在15岁到24岁的受访者当中,94%的国民对个人安全表示满意,比65岁以上的受访者高了4个百分点。 83%的人不怕独自在家过夜,90%的人认为独自在住所附近的街区走路是安全的。 从全国来看,东部居民对个人安全的满意度略高于西部居民。 其中,满意度最高的省份是爱德华王子岛,达到97%,最低的是卑诗省,为89%。 在城市方面,新布伦瑞克省的Moncton以及安省的金士顿、贵湖和奥沙华满意度最高,而温哥华、温尼泊以及爱德蒙顿三个城市则排名垫底。 联邦保守党上台后对犯罪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打击和量刑措施。